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各地的美食 并让读者投票对其进行排名 比如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有哪些 哪些国家有着最好吃的街边餐 最好吃的航空餐在哪里 以及对于吃货来说 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美食节最值得去等等 2011年 CNN旅游网站的读者 投票选出了世界上最好吃的50种食物 来我们进行大致的浏览一下 其中有泰国 印度尼西亚的咖喱 墨西哥的巧克力 意大利的披萨 德国的汉堡等等 让我们先来 对着50种食物进行大概的分类来看 其中有纯动物性的食物 如烤鸭 烤猪 龙虾 双酱牛排 安康鱼干 火腿 烤肉串 瀑布猪牛等 第二类有穀物类的 如玉米 蛋挞 糖浆 薯片 爆玉米花等 还有一些是肉类和穀物类 共存的食物 比如炸鱼薯条 烤面条 奶油 洋葱土豆泥 墨西哥肉卷等 这三种食物的特点是 高蛋白高脂肪 或高碳水化合物 一句话 这些食物在提供独特风味的同时 提供足够高的能量 而能量低的蔬菜 在这里就根本没有出场 或者即使出场 也只是点缀罢了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说了口气 高能量的食物 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 那如果具体到一个特定的国家呢 说些美食 首先用你头脑的是哪个国家呢 反正我首先想到的是 法国的红酒和日本的寿司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 这两个国家的饮食 你看过电影 Ratotoy吗 在中国叫做美食种动员 其实Ratotoy是法国一道大菜 名字叫做普鲁旺斯的炖菜 说起法餐就会想到 法国西南的肥鹅肝 波勒坦尼的生姆利 马赛的鱼汤 以及法国餐馆的小巧玲珑 和漂亮雅汁 但法国人正常的一日三餐 是这样的 他的早餐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主食和饮品 主食主要以面包为主 当然可以是羊角面包 也可以炸凉面包 也可以是法棍和吐湿 但一般会涂果酱或者黄油 饮品有咖啡 牛奶 果汁巧克力 以及茶等 当然你也可以用牛奶泡麦片 但是早餐一般没有肉 这样的一顿早餐 主要提供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和一定量的优质蛋白 比如牛奶 法国的中餐和晚餐差不多 通常是有一个前餐 主菜和甜点三部分组成 第一道的前餐可以是 色拉 冷盘 肥干 蜗牛 生蚝等 也可以有法式的各类汤 乳龙汤 蔬菜汤 海鲜汤等 如果是在餐馆点餐的话 餐馆还会提供免费的法式面包 而第二道主菜是以肉类和海鲜为主 如牛排 龙虾 鸡鸭等 主菜一般有配菜 如薯条 豆角 西兰花 胡萝卜 蘑菇 蘑菇米饭等 当然主菜也可以是刚才所讲的 Retotoy 普鲁旺斯的炖菜 就是把番茄 洋葱 茄子等 各式甜椒蔬菜 加上普鲁旺斯常用的香料 一起放入平底煎锅炖 而第三道菜是各式的奶酪和甜点 甜点入水果馅饼 酸奶和水果等 而法餐 左餐酒基本的原则是 红酒配红肉 白酒配白肉 如猪肉牛肉是红肉 而芹类以及海鲜属于白肉 有时调味较重的鸭肉也可以搭配红酒 而乳酪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 选择搭配水果或香料 而最后的甜品可以搭配甜白酒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 法国人的中餐和晚餐 主要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也就是优质的蛋白质含量比较大 虽然也会有法棍 甜点和蔬菜 但作为重头戏的主菜 几乎都是肉类和海鲜类 不仅在饮食结构上 在其他的方面 法国的饮食与我国也有不同之处 法国是一种理性的饮食观念 注重科学 即讲求营养 在宴席上讲求餐具 用料 服务 以及菜的原料的形色搭配 但不管怎么样的高档 它的菜肴中牛排就是牛排 龙虾就是龙虾 搭配是在盘子里进行的 如一盘法式羊排 土豆棒着羊排 另一边配着煮青豆 再加上几片番茄 色彩上对比鲜明 但滋味上各种原料互不相干 各式各的味道简单明了 法国的烹调虽然追求美味 但会注意营养这个大的前提 因此牛排会有五分熟 七分熟 而蔬菜或煮或生吃 中国的烹调追求美味 其加工过程中的油炸较多 顿时时间较长 都会使营养成分 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但中国饮食的魅力在于 味的调和 要使食物的本味与配料 辅料的味道交织融合 使之相互补充 互相渗透 水乳交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重内在而不刻意装饰外表 在饮食方式上 法餐是分餐症 个人相对独立 我们是聚餐症 大家团团做共享一席 从卫生的角度看 聚餐症有着明显的不足 最后正式的法餐 餐具酒具的配合非常讲究 每道菜都有特定的搭配点心 酒水 不同的菜有不同的刀叉 所以每人面前有两三套刀叉 酒杯意思如此 提到法餐 就不能不提文明侠尔的西方三大真卫 苏木 鹅肝和鱼子酱 这三个在法餐中非常常见 首先我们看鹅肝 普通鹅肝的脂肪含量只有5%左右 但肥鹅肝的脂肪含量 可以达到50%以上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 口感好 一 被吸收 法国鹅肝如 斯塔拉斯宝格鹅肝 朗德鹅肝 土鲁兹鹅肝 由于品种好 售价昂贵 而之所以价格昂贵 主要受黄石和贵族的追踪 因为是强制为食 鹅肝也被冲于世界上最残忍的美食之一 鱼的鱼子酱 鱼现在基本上都是养殖的 而我国也是鱼鱼子酱的出口大国 鱼子酱的制作 对工人技术的娴熟程度要求很高 而口感的好坏 取决于师傅的经验和手感 鱼子酱的蛋白质含量为24.6% 脂肪含量17.9% 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 当然也含各种矿物质 B组维生素和脂溶性维生素等 而松木就是一种真菌 和蘑菇灵质一样 但因为无法进行人工培育 价格昂贵 松木最大的特点是其强烈的气味 它本身并不能算严格的食品 更像是一种带有提味功效的食材 这就有点像很多人喜欢的香菇猪肉饺子 在饺子馅里放一点香菇丁 又提味又好吃 而香菇丁至于肉饺子 就像松露之一菜品 单独吃松露就像纸片一样 味道并不好 从营养学上讲 这三种食物并没有特别之处 其其高的价格 相比体现的不仅仅食物的生物学功能 即营养功能 最重要的是体现在食物的社会学功能上 在解决温饱奔小看的路上 走着的国家和人民 食物的社会学功能也很重要 要不如何气氛富裕和贫穷呢 我们来看看日本 日本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 四面环海 在日本可以品尝到海鱼 达到300种以上 但日本的畜牧业曾经不太发达 因此日本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肉类的供应不足 但最近几十年 肉类尤其是牛肉 逐渐成为日本人饮食结构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饮食文化中最大的特点是 生和鲜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 新鲜的东西是营养最丰富 体内所蕴含的生命力 最旺盛的时期 任何生物的最佳食用时期 是它的新鲜时期 日本人喜欢将食物生吃 因此不仅生吃各种蔬菜植物 还生吃鸡蛋 鱼肉等 因为重视食材的原味 日本人在日常食物烹饪中 油腻和辛辣的调味品用的较少 日本料理的原则是 其美味不能超越材料原有的滋味 因此日本料理的特色是 清淡 不油腻 精致营养 并着重视觉 味觉 与器皿的搭配 传统的日式早餐 主要包括米饭 腊豆 味噌汤 海苔 酸梅 鱼 豆腐 日式海灶类 沙拉等 而阳式的早餐 主要包括面包 蔬菜沙拉 炒蛋 香肠培根等 下面这一个是简单的 一日三餐 早餐 主要是鸡蛋 米饭 鱼类 蔬菜水果 和酱汤 而日本人的午餐 相对简单 因为日本人没有午休 午饭的时间 大约一小时左右 所以多数为快餐 如拉面 咖喱饭 盒饭 当然也可以用 面包和牛奶打发 而晚餐相对丰盛 这里会包含各种的 不同的食材 比如米饭 豆腐 天妇罗 海产品 蔬菜 以及餐后水果等 与我们相比 日本人的日常饮食中 有几个特点 第一 日本是分产值 这样既保证卫生 其每一份饭中 都包括了各种食材 使营养的搭配 更为均衡 也便于掌控 自身食物和能量的摄取如何 第二 牛奶的摄入相对较高 以保证钙的需要 总体上来看 日本人的饮食 种类多 量少 而营养均衡 要说特别的食物 除了种类繁多的 寿司和刺身外 在日本最有名的 就是和牛了 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神户牛肉 这种牛肉 又称双酱牛肉 或雪花牛肉 看看样子 是不是非常形象 它的分级是依据 肉中脂肪的分布 脂肪的颜色 和肉质的颜色 最高级 为5A级 其价格可想而知 你看 即使是饮食清单的日本人 对入口即化的脂肪 也是没有抵抗力的 但日本是世界上 发达国家中 肥胖率最低的 2013年 联合国两种组织报告显示 日本人的肥胖率 只有4.5% 而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日本男性的平均BMI 为23.3 女性为21.7 餐桌礼仪是日本瘦的原因之一 传统的日本料理 偏爱以很小的碗碟做容器 使食物的分量都很少 因此 日本人瘦且长瘦的主要原因 是他们的日常饮食结构 和餐桌礼仪 以及克制和自律的社会心理 与之相对应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2015年 中国居民营养于慢性病状况 报告显示 18岁以上成年人 操纵率为30.1% 肥胖率为11.9%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呢 好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